大家好 我是成大政治系蒙志成老师 很高兴来跟各位报告 我在108学零度的第二学期 与成大政治系所开设的政治学资料摊勘与机器学习这门课程的进行 今天的报告大概有四个方向来跟各位报告 首先第一个是我如何来进行这门课程的教学设计 有什么样的概念 第二是在这门课当中 我又如何去建构一个跨领域学习的环境机制 第三部分就是说有这样的教学设计及环境机制的建制之后 那同学的成效我如何来进行评估 评估的状况为如何 第四就是特别的跟各位报告 同学学完之后 我还是希望说我们这个跨领域课程 如何在实际的场域上能够有所应用 所以我也安排了在课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个场域实习验证 那教育设计就有一些执行细项 等一下会主题的主项的来跟各位来报告与讲授 那在教学设计上面呢 在这门课将跟各位报告如何来进行教学模组化 数位教学与社群网络化 以及运用趋势化的专题制作等课程设计的内容 在教学模组化方面呢 分别有课程主题以及主题操作 在课程主题上面呢 在这门课当中呢 分别有三项课程主题 会来跟修课同学讲授 第一个是监督式学习 第二个呢 是非监督式学习 第三呢 则会将以上量的概念呢 运用在文字探勘与文本分析的应用 实际运用操作 那这三个主题当中呢 我们分别每一个主题都有三个周次来进行 每个周次呢 大概是这样一个轮回 第一周就是讲述该主题的概念 第二周就针对那个主题 应用V卡来进行软体的实作的讲授 第三周呢 则会在第二周所发下的一个学习演练应题当中呢 老师呢 再重新的将这些学习单所给的这个习题 进行实物的应用演练 那因此呢 每个课程主题都会有这个 从概念软体实作应用演练来进行操作 所以就有1234 那123的这样的主题的演练 那第四周次呢 就会开始进行一些专题的演讲演说 这是我们教学模组化 接下来呢 数位教学与社群网络化呢 为了达到这样的数位教学设计网络化 本课程建立了社团 脸书社团跟同学这个互动 然后也会将该周的这个 的一些影片的讯息也会上传 以及一些新增的这个 学习自学讯息呢 也会透过演说这团来跟同学分享 那第二呢 当然是课程全程的实录 每一周的上课都会进行这个课程实录 第三呢 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呢 会有Slido的即时课程互动 那同学有问题可以在不打断课程 这个进行的状况之下 将他们问题打上去 然后呢 老师就会事后再来 利用要课程结束之前来统一回答 也可以透过Slido呢 来进行课程的这种即时问答 甚至这个做一个课程调查 来做课程的这个即时上课的修正 第三呢 是应用驱动化的专题制作 本课程呢 会最后会请同学提出这个 期末的专题制作 那但是专题制作的方式呢 并不是老师提出 也不是同学单方的这个 提出他们想做什么专题 而是本课程会透过我们 合作的这个实习业者协作者 有他们提出他们在实务上 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提出需求 然后跟同学进行口头报告 然后在口头 然后在同学在折选他们 有意愿的这个题目 来进行这个专题制作 那制作的不错的话呢 最后呢 跟这个业界提出报告互动之后 还有机会到特定的这个厂商呢 协作厂商呢 进行场域的实习 然后呢 来验证他在课堂所制作的方案 是否能够提出较好的方案 来符合解决业界的问题 关于导入业界专家进入本课程的 运用驱动化的专题制作呢 在这门课当中呢 还是别有特色的 那首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成功大学是位处南部 那要有时候要找同学们呢 知道实习对于他们未来就业的重要性 但是也由于位于南部呢 许多的这个公司以及这个单位呢 机构呢 大部分都还是在北部为主 那所以说同学在课程上课的期间呢 要去这些公司进行实习呢 其实不大容易的 那我就提出怎么样解决方案呢 就是说既然学生去不了 那我们就把这些业者呢 把他带进到课堂来 所以呢我们就请这个 首先是请严训院以及请这个 趋势民调呢 他们能够来课堂上 来进行他们的这个 针对他们的目前进行的主题 有什么需要克服的地方 请他们提出问题 由同学在课堂上进行这种讨论 甚至最后变为他们的专题的 制作的这个主题 那然后再请这些专家们来进行 这个这个点评 看是不是符合最后做出的专题 是不是符合他们需求 所以在这样的设计之下呢 我们就能够 比较能够知道说同学想的题目 有时候就比较能跳脱学校 就比较能够达到这个业界的需求 那业界也因为有这些同学在学习过程中的相助 以及跟老师互相讨论 我们就能够透过这样学界的这种提出 那他们也能够得到可能的这个改善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达到一个双赢 然后产学相互合作的一个趋向 比如说这个延训院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题目就是 金融业在大数据应用案例 是这些怎么做 那延训院有一个有笔资料 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资料 那是不是可以来进行大数据分析 那去世民调呢 就是希望说能够将这个他们渔行的这个资料 就是譬如说一些社群论坛 上面所谈的这个发的这个主题 那如何跟民调产生连结 做一个统合分析 这样子呢就能够这个预判民调的趋向 那或者民调到底他的结果 会导致有什么样的舆情效应 就能够做一个统合的一个分析 那接下来是我们或许可以看一下这个 趋势民调的一些来报道 主要特点就是说这个趋势民调呢 我们进行的方式呢 像这个金融训院 我们是请这个他们来 这个张博士呢来进行一场演讲 顺便带向实际主题 那趋势呢就是因为时间所限 所以我就请他先录制了一段他们的这个需求 来跟同学来报告 所以克服了这个空间的问题 也能够提出他们相关的需求 的这样一个做法 我是去市民调调调产公司的医生 那今天想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目前想要推进的一个这个研究方案 这是我们将希望这样密意调查 跟疫情观测的资料呢 能够做一个统合的分析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如何在这门课当中呢 提供一个跨领域学习的环境机制 那我们有两项这个作为 第一个呢是透过专业教师的共授 这个是政大党所博士候选人陈永丁老师 他来协助我们带这个WICA的这个实作的部分 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共授 然后我在接棒在第三周来跟同学具体的 针对不同习题演练 将WICA熟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本来跟他我们两个老师 共授一个跨领域学习的环境机制的第一项 那我们共授是透过怎么样一个 模组化概念来进行呢 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每一个主题 不管是监督式非监督式 或是文字探根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是绕着三个 三周三个主题 周主题来进行的 第一周就是进行概念的讲授 然后顺便将这样的概念 以Python怎么来执行 我们也顺便带了一些coding的部分 但这不是我们主要讲授的 手把手的操作 但是我们会有助教带这个Python 怎么在执行这个概念 一般会有怎么样来操作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就会进行这个WICA 如何在执行这个概念的WICA实作 这是我们主要部分 那这个就会请陈永廷老师来 进行课堂的这个实作 那第三呢 就是这个实作完了之后呢 每一次的这个实作都会派下这个 作业学习单 那作业学习单 那作业学习单 请各位同学主题的进行演练呢 那我呢 也会 就这个第三周呢 就由我来带着同学 主题主题的来探讨 如何在WICA里面实践 那有其他可能 应用的方向 或其他主题 也可以在这样一个题目里面 来扩充 运用不同的资料 或许也可以应用 那我们就是进行这样的一种 由概念 软体实作 应用演练的这样的一个模组 进行一个共受合受 合作的一个教学模式 在第二部分 跨领域学习的环境机制呢 就是我们会有专业主题工作方 那事实上就是请外来的专家 或学者来进行一些主题 进行单一主题的这个 比较深入的这个应用 及概念的讲授 那在本学期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有四位这个专的 专家学者来进行这样的 专业主题工作方 首先是请这个 台湾金融研训业的 张凯钧博士呢 来针对金融数据进行分析 毕竟在这个大数据分析当中呢 金融业 金融产业呢 应用的比较多 特别在 资料探勘机学习上 那第二位我们请到 冯甲大学职工系的 王明洪教授呢 针对于脸书的 使用者行为 然后他得到一些资料 来测量意识形态 及他的政治偏好 也能 然后在他演讲当中呢 也进一步的 说明如何去侦测一些 属于网军的部分 那第三位就请到 本校经济系的林长青教授呢 来针对于他目前所进行 也擅长的法院判决书的实物应用 如何透过法院判决书的文字探勘 来进行判决模式的运用 其实也蛮多的 也是大家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一个重要重点 那当中呢 运用topic model呢 似乎是一个 目前在进行的主要的主流 研究主流之一 所以我们也请邓老师呢 来为我们进行讲授 那这些讲授特别的topic model呢 我们就有两个 其末的三组组别的运用 就有两组在运用 所以就能够跟他们的演讲 跟他们的实际的专题研究 就能够切上 那每一场演讲呢 我们都会请同学 要填写他的学习单 要回馈心得 譬如说他要写出 今天课程最有印象的两三项主题 然后你对这些主题有什么意见与想法 那课程有哪些 值得我们重新反省或学习之处 那我也会透过这个 每一次的这个回馈单呢 来了解同学学习吸收的状况 然后进而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来跟他们进一步的讨论 希望增进他们对于应用主题的认识 在第三部分呢 就是成效评估 那在这门课当中呢 我如何来进行同学的这种 学习成效的评估呢 大致有三个方面 就是课前预习 作业制评与期末专题 三方面 在课前预习方面的操作呢 是在每一门课 刚才你讲过 我会先有一个概念的讲授 那这个概念讲授的影片呢 原则上会在上课之前就先录制好 请同学预先的收看 然后 收看完之后 那在上课前也请同学 在这个我们会设计一些 预习的测验 那同学就 在上课前把他填达 了解自己在预习学习的一个状况 那有充分的预习的概念之后 来再进行上课呢 就会比较容易吸收 第二部分呢 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实作 操作之后呢 会派下这个作业 那作业的题目呢 就会请同学来做演练 然后第三周呢 老师就会进行主题的解答 那之后呢 这个整个系列 每一个模组结束之后 会请他们针对于 那一个模组的学习 包含习作的操作 请他们做一个自我评量 除了量化的评量分数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写上 他们到底学习的心得是如何 那我就依据他们 学习的状态 如果他们即便过去的底子不好 但是学习的状态也很认真 然后也能够有所思的话 有所得的话 那他我相对的 就会在他做一评量 会给予较高的分数 那最后当然是期末专题 那期末专题 由于是主要的题目是专家 业界专家所提出 那当然我也请这些业界专家 来进行指导点评 这两位就是这个业界专家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公告的 学习期末海报展 那每一个主题都有不同的评论人 不同的这个业界专家的评论 分别是张胜艳总经理 官智宇研究总监 张凯军的副所长 由他们这些专家来进行评论 那同学的报告有不同的主题 第一组做的是 以topic model主题数目 来了解 对香港反送中议题的立场观点 那他主要找Dcard跟PT的社群网络 那来做这样的一种研究 那他可以找出文智宇 也能够透过文智宇的比对 发现两个的对于相关的议题呢 似乎反映出来的这个主题呢 是不大一样 官照的主题是有点差异的 那第二组就是比较 针对于这个趋势的问题 他们试图将这个民调跟这个 舆情能够做一个连结 所以他们透过这个LOWIE的这个系统去爬虫 然后在区分媒体的特性 然后找出三样不同的这个topic 舆论的这个主题 然后给他一个舆论主题的这个情绪 这个LOWIE有一个情绪的正负相 然后再跟这个公布的这个民调 做一个简单的相关性分析 发现这个社群情绪跟新闻情绪 的确有一个显著真相关 第三组他主要的是做这个资料探勾的部分 那他的这个研究关心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到底我们能不能够透过一些长楼航空 所提供释放出来的二十几个变相 然后我们就能够去做 透过这个资料相关联性 属性相关联性的一个分析 能够去做出这个他的仓位 以及他选位的这个预测判断 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发现 对于仓位的选定 他们发现男性带50岁 然后做飞行时间较长大概199 这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时速还是 一个天 就是这个单位 然后他的这个 借数多于重量较重大概25公斤 就会有较高几率会偏好做靠走到的位置 这是他们运用这样的一个资料 做一个资料摊勾 以及第二部分呢 在做这种监督室的这个预测 找出的一个发现 那我们第三项的学习成效评估呢 就是透过期末专题的制作 来让同学 融整他在一学期当中所学到的这些 Data Mining 跟Machine Learning的基本概念 其他所会的这个技术 那三组不同同学都做了很好的这个 运用 那本课程比较特别 就是说在进行这个期末报告的这个评点呢 为了我们是请这个外界的业界专家来进行评点 那主要当然是希望同学做的这个专业主题呢 看看是不是能够跟市场以及食物能够有相关联 然后连接业界的需求 那很高兴的是三组同学呢 都让我们的业界专家感到非常满意 比如说诺克网科的张胜燕总经理 就说陈大学的表现真的很让我impressive 来实习我一定收 那趋势的关注于总监就说 同学的研究正有打中民调与移情连结的核心问题 那延训院的张凯军副所长呢 他就说同学对资料摊干的技术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今天的评论也只是鸡蛋里挑骨头 那所以说基本上这些业界专家对我们同学的表现 这个期末专题的表现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能够有这样的成果展现了 他们基本上是高度肯定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评分及评语 这是张胜燕总经理的 对第一组的评分与评语 那这是关志余总监对第二组同学的评分与评语 给了一个最高分96分 那这是张凯军副所长对第三组给的评分与评语 给了一个93分 那这就是他的一个评论 那最后一项呢 就是我们整个课程设计的第四部分 就是说除了课程上课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各项的学习 作业操作专题之后呢 我们还是希望说由于题目可能是从业界而来 当然也是希望说这个做出的成果 是不是能够到拿到场域 实际的场域做验证 所以第四部分就是一个场域实习验证 那全班休克同学有12位同学 那但是这个操作安排呢 也由于今年疫情的关系 同学对于这个实习一开始是蛮有意愿的 但是我们毕竟地处南部到北部去实习实际不容易 那最后有一位同学是政治系大三蔡维廷的同学 那也他提出计划书 然后也跟这个趋势民调进行这个沟通 那趋势民调很高兴的能够有这样的实习生 所以他现在呢也还在这个趋势民调进行实习 实习的时间是到8月底 那主题当然就是针对于趋势所关心的 就是网络疫情如何和民意调查进行关联的实习 的这个规划以及执行 那当然学期末了 我们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 其实等的课程还是蛮扎实的 从无到有 然后每个同学要学习要有概念 又要能够操作又要主题出来 所以其实大家也是蛮辛苦的 但是还是希望说像这样的相关的领域的这个知识呢 日新月异 然后软体的操作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增进的空间 也希望各位休克的同学呢 能够继续努力 能够应用在未来的这个世界 最后呢 仍然非常感谢教育部 数位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创新计划的经费的补助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安排了许多贡售的这个结束 也安排了这个 校内外学者专家的这个演讲 以及我们在课程录制的设备的补助 学生实习的安排 那如果没有这些经费的协助的话呢 那这一门跨领域的课程呢 或许也不能够这么顺利 所以呢最后还是真的非常感谢 教育部的鼎励支持 希望这样的计划 能够让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呢 能够来运用使用 来拓展我们在教学跨领域创新的这个发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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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